他们是香港的大毒枭 经他们手的鸦片超过700吨 如此罪大恶极 却能在事发前提前预知 全身而退 临死前唯一的遗憾 就是回不了故乡 他们的后代天生残疾 靠着强大的家族背景 赢得香港第一美女的欢心 并结为连理 至今家族仍旧 繁荣昌盛 屹立不倒 他们就是号称 香港地下司令 马氏双雄的 马熙如 马熙真兄弟 1935年 马熙如在广东省 汕头市朝阳出生 父母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与小自己三岁的胞弟 马熙真 孤苦伶仃 由大伯抚养长大 虽然是住在大伯家 但大伯也穷 再加上兄弟俩人 是寄人篱下 常受同村人欺负 1949年 掀起了一阵逃港潮 14岁的马熙如 决心改变命运 带着11岁的弟弟 马熙真 偷渡到香港 碰碰运气 他入港岛 却举目无亲 兄弟俩就在歇脚的 码头闸梗 在码头应聘当苦力 虽然年纪尚轻 但为了活下去 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 常听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不得不说 这句话背后 隐含着许多血泪 人都是逼出来的 50年代初 在码头混迹了许久 再加上兄弟两人机灵 多少也认识了一些人 在老乡的帮助下 败入当时福一星的 自花王王老吉的门下 福一星这个社团 现在很少听说了 但是在当年 可是一个老牌的社团 在江湖上流传着 最老福一星 最大和安乐 王老吉被称为自花王 是因为他的手底下 有许多赌当 特别是自花党 当年的自花党 实际上就是现在 六合彩的前身 自花党 就是自花摊子上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列出三至六个东西 或者人物的名称 客户花钱买下其中一个 庄家规定多久后 开一次奖 中奖的话 一般十块 能得到三百块 马西儒与马西珍 虽然年纪轻轻 但他们做事条理 十分清晰 深得王老吉的喜爱 随后 王老吉将他们兄弟 收为义子 并让出一部分赌当 给他们去打理 当年马士兄弟 正式接手赌当的经营时 王老吉才发现 自己是捡到宝了 因为他们所经营的厂子 收益比以往高出很多 原来 当年的赌当 几乎都是靠着 场内的签署高手 或者赌桌上的 机关道具来坑人 马士兄弟一上位 就撤掉这些 所谓的潜规则 对赌客做到公平 公正 公开 有时候赌客运气太好 赌当亏了许多银子 他们也都如数奉上 不会像其他赌当那样 人家赢得太多 就不让走了 正因如此 他们经营的赌当 口碑极好 许多人更愿意来捧场 经营一段时间后 马希如发现 厂子内盈利最大的项目 是自花档 他更愿意在自花档 上面下功夫 他找来弟弟马希珍 两人和解 先是搞了自花档的 宣传海报 后面为了让顾客 更容易看到 他们买下报纸的 固定广告位 这样顾客 就可以直接在报纸上 看到开奖的结果 这一步 其实就是后期 他们合开 东方日报的雏形 为了在众多的自花档中 脱颖而出 马希如又搞了个 买自花送礼品的活动 比如送蛋挞 送个小电扇什么的 自花档的生意 让兄弟俩攒下第一桶金 随后 他们又到豪江考察 将当年澳门火热的赛狗 搬到了香港 当了赛狗外围庄家 并且还为了这些赌业 做了配套 开了家金融公司 也就是放树的 再后来 高西放树成了违法的产业 马氏兄弟又将金融公司 重新组成了财务公司 开创了当时香港黑帮 开财务公司的先河 有了钱 马希如又把小部分钱 拿来投资老本行 经营起码头的生意 而码头最主要的生意 就是走私 六十年代中期 马氏兄弟的码头 帮人走私毒品 博豪 吴熙豪 便是他的客户之一 吴熙豪早年 由同族叔父 吴振坤代入这行 起先只是在石霞围 有个小档口 没几年间 成了一方巨富 马希如发现 他自己帮人走私毒品 赚的钱 比起吴熙豪这些贩毒的利润 实在是低得太多了 自己手头有钱 背后又有服役星 社团罩着 岂不条件 比吴熙豪那是好太多了 因此 马希如做了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摇身一变 成了与吴熙豪 红旱义齐名的大毒枭 弟弟马希真 原本是不想沾染这些东西的 但看着哥哥马希如往里跳 本着打死不离亲兄弟的想法 也跟着进场 随后滚滚裁员流入兄弟两人的口袋后 成了一方巨富 1969年 马希如与马希真 唱办东方日报 东方日报 在坊间被称为白粉报 因为很多毒品的消息暗号 都利用在报上的内容传出来 兄弟俩 由马希如操持毒品的生意 因为马希如被坊间称为白粉马 而东方日报 主要是由马希真经营打理 而当时报社除了传递消息外 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将毒品交易所得的 非法收入洗白 因此 弟弟马希真被坊间称为金马 马希真做生意 无疑是非常有天赋的 虽然报社的初衷 是用来捞偏财的工具 但在马希真的经营下 报社连续29年拿下销灌的荣誉称号 他的生意头脑可见一斑 靠着这番操作 马氏兄弟赚取无数金银 积累万贯家财 江湖地位一跃之上 很快就到达了巅峰 马氏兄弟在鼎盛时期 更是与博豪的一团社团 洪汉义的14K 新义安的向氏家族 并称为黑道的四大家族 1974年 林郑公署成立 四大家族中最高调 最没底蕴的吴锡豪 第一个被开刀 被判入狱30年 直接破了记录 正常最高只会被判25年 眼看吴锡豪被判重刑 一时间江湖上风声鹤唳 早在1968年 叱咤港岛的四大探长 实质上已经是一个讯号 只是这帮毒枭们 看着诺大的利益 不舍得收手 马氏兄弟见吴锡豪如此 也意识到了这次是洞真格了 于是马上收手 只留下东方日报等 合法的生意继续运行 1977年 在狱中的吴锡豪供出许多人 其中就有马氏兄弟 一直为其走私毒品这一项 因此马氏兄弟被当局指控 1969年至1974年间 走私了700吨毒品 在起诉前 哥哥马锡儒提前一步得到消息 逃往宝岛 弟弟马其真 许多产业需要收尾 没有立刻逃走 1978年 马锡真被捕 哥哥马锡儒在宝岛看着干招集 马锡真找了个厉害的律师 交了100万保时金 随后连夜兼程 弃保潜逃 直奔宝岛 抵达后 被当地以 持假文件非法入境逮捕 入于一年 这罪行 相比于在湘江那儿 是轻了许多 当年吴锡豪贩卖30吨 被判了30年 按比例来算 马氏兄弟这700吨 那不得被判个700年 1991年 吕良伟与郑泽氏主演的电影 四大家族之龙虎兄弟 有名香港地下司令 便是影射马锡儒 马锡真兄弟俩的江湖路 但电影里只拍了他们的上半生 实际上 他们的下半生一样精彩 兄弟俩在宝岛安营扎债 手握雄厚的资金 四处投资合法生意 以及不动产 大不列颠 漂亮国 袋鼠国 皆有他们的产业 在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区 以及威斯敏斯特市 拥有一整排的办公大厦 简直富可敌国 除此之外 原先在湘江的合法产业 也继续经营 并且还发展得不错 在当时 吴锡豪那30吨毒品 是以3亿来雇值的 那算起来 马氏兄弟这700吨 抵制70个亿了 这笔钱转移成功后 经过多年的投资 至今他们的财富仍是个迷 甚至有人说 他们才是真正的华人首富 到了宝岛 兄弟俩极为低调 相比马锡如低调到极致 马锡珍偶尔还有几次 在公共场合露脸 当时竹联帮开设新堂口 熊堂的时候 马锡珍便有出席 当时还上台高歌一曲 在诸多电影里 都影射兄弟俩与吕乐不合 实际上却是不是的 因为那天 马锡珍与吕乐 在酒楼里吃饭 被人拍了下来 并且马锡珍还有个特殊爱好 那就是抽烟的时候 并不会直接用打火机来点燃 而是用打火机点燃纸壁了 再用纸壁点燃 这也是没谁了 周润发主演的电影 《英雄本色》里 就有这个情节 果然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1998年 出逃整整20年的哥哥 马锡如病逝 享年63岁 死前遗憾的有两点 一是没能再回到香港 二是儿子还没结婚 马锡如的儿子 大家并不陌生 他叫马亭强 如果还不知道 马亭强是谁的话 那他的老婆 著名的漂亮岗星黎姿 大家应该不陌生 蛊惑在里 陈浩南的女友专业护 2008年 马亭强赢得黎姿的欢心 两人结为夫妻 一时间成了众人 瞩目的焦点 或许是马锡如做了 伤天害理的事情 马亭强天生残疾 一生都得拄着拐杖走路 多数称之为残障富豪 也有部分人嘲讽 他是第二代博豪 以此来影射 他父辈与博豪有关系 正是万般带不走 唯有溺碎身 在电影《追龙》里的博豪 便有这么一句台词 马亭强旗下的产业众多 医疗 投资 慈善 科技 资讯 皆有设计 李子手头也经营着 一家上市公司 马锡如的病逝 使马锡珍认识到 自己也老了 他也想落叶归根 回到香港看一看 马锡珍的儿子 便是当时 东方报业集团的老板 马成坤 马锡珍在晚年 因为器官衰竭原因 则是吊着一口气 等待回港的那天 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 马成坤动用庞大的资源 都没能成功 马成坤不断上诉 要求撤销36年前的通缉令 在2014年 一直判决输下来 不欲撤销 令马锡珍丧失了希望 2015年 马锡珍因为多重器官 衰竭病逝 享年77岁 宝岛的黑白红三道 皆道场吊丧 声势浩大 不亚于任何一个黑帮大佬 儿女们按照他的遗嘱 不选择将遗体火化 而是做防腐处理 再包飞机运回香港安葬 完成自己落叶归根的心愿 早在1980年 便有大型连续剧 《人在江湖》 讲述的便是这兄弟俩的一生 感兴趣的不妨看看 不得不说 有时候 好似天道不公 作为大毒枭 祸害了许多人 许多家庭 却能全身而退 安享晚年 仅仅是临死前的遗愿 无法完成 也算是人间少见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